知道讓他們喝釀的狀態 喂 這個時間到了 我們這個議家會就來開始 我是台灣韓鋒聯名副委長 陶志堅 我是劉志堅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公投平和議 這個記者會 還有就是 就是揭穿台電和議場 這個祖存研究的一個 一個說法 這樣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來開始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各位貴賓 各位先進 大家好 今天非常冷 那麼 昨天我們台灣也發生這個 互聯的一個 復興跟韓國博士的這個空難 位置就是表示哀悼 那今天我們這個記者會 有兩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 是公投平和議的一個聯數派 那將由高潘雲教授 來跟各位說明報告 第二個主題是 揭穿台電和議場 但是主存的念戶 將由 以南人文基金會 賀利維先生 在跟各位報告 那我們知道政府 最重要 尤其一個現在的政府 我們台灣走向一個 一個新境界的 一個永續的 一個政府 我們要公平參與 我們要資訊揭露 那這兩個議題呢 正好就是我們今天要報告 好 那今天我們在座的 又來 很多的這個 代表性團體 除了我們環保聯盟之外 我想就如這些 那些出席者的 代表單位 有顯示的 等等他們 都會將各位 發言報告 好 那我們就 來請高潘雲教授 來說明 第一個議題 公投平和議 庭委員 庭委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這幾天 我其實 蠻感慨的 因為對我來講 目前台灣的狀況 跟二十年前是差不多 那 昨天 複星航空 墜機 我們看到那些 驚恐的畫面 那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是核一場 核二場 或者是核四場 出問題的話 不是三十人死亡 四十人死亡 而是三百萬人 四百萬人 籠罩在核災的威脅之中 那這是多麼可怕的狀況 那過去這幾年來 我一直在努力 想用公民投票的方式 把核四點下來 那去年的八月二十二日 也送件 然後最後 最後被火絕 那今年我們在提核一的事情 我們這個是非常簡單 你是否同意台電公司 等人一場 廚藝 我們要用公投的方法 把它停下來 那其實 去年的十一月一日 我就 騎著腳踏車 從 新北市市長 朱立文的競選總部出發 這個是當時的照片 那我就是拿了一張公投 就是說 你是我同意合一 廚藝 這 嚴厲的 這個林叔叔 給他的主任 他的主任答應我說 要把這一張拿給 朱立倫 那時候是市長候選人 來 錢 今天他已經是國民黨的黨主席了 那我們還在等待 他牽出來的東西 而且 二月十四日 是罷免 蔡正妍的日子 二十年前 一九九四年 台北市市衛立委 以及 台北縣市衛立委 以及台北市南區的一位立委 就是在我們環保聯盟的推動之下 罷免案成立 後來也投票 但是因為提高罷免門檻而沒有過關 那二月十四日 蔡正妍罷免案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做聯署的工作 就像最近的年輕人 發動的戈蘭委 在選舉日 一下子把這個罷免案簽出來一樣 我們現在倒過來 是罷免日希望把公投案簽出來 所以呼籲大家 二月十四日至少來當一日的志工 來努力把這個公投案 你是否同意合一 研議的公投案簽出來 那這個部分詳細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葉小姐 會做報告 我的呼籲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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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再往下 就今天的議題二 揭穿台電合一場 三次祖宗這個內容 請賀利維 來做說明報告 謝謝 各位好 各位早 我是伊蘭人民基金會 我今天要向各位做個報告就是 我們要揭穿台電和一場干事儲存的一個任務 這干事儲存已經鬧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台電就盡其可能的來掩飾或者遮蓋一些它的真相 那麼經過我們幾乎一年半的追蹤 終於在上個禮拜 我們幾乎已經找出了一個真正的內容 那麼我簡單的從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七號開始給各位說明 那天的監察院提案糾正台電公司 糾正文如我們的新聞稿 台電公司為應應用過核子燃料池及家竹馬 曾於76年 委託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完成了 用過核子燃料組充管理計劃 就是我這個電腦這個 這是封面 這份報告總共262年 這份報告是國家用錢去委託美國的國家實驗室做的 在基本上是非常 應該是非常公正 非常客觀 而且呢 報告開中民意說 它純粹是針對台灣的環境 地理位置 氣候 颱風 種種因素 而它排除了政治因素 排除了各種的 不該有的干擾 開中民意就這樣講 所以這份報告是應該 非常 客觀 正確的 而且它是個國家實驗室 它沒有必要來替台灣做任何這樣的工作 結果這份報告交給台電之後呢 研究案呢 監察院說 對於用過核子燃料中期儲存方式 究竟應該採取乾式或濕式儲存進行評估 為該研究報告 淨儀式氣味尋獲 比如說它 這個美國人幫 美國國家實驗室幫我們做的報告 很可能是因為它的內容不符合我們 台電原來心目中所屬的廠商 它的結果 建議我們的做法 不是這家台電所屬廠商的產品 它就把它給遺失掉 那遺失了 所以監察院調查的時候呢 它就交不出來 可是呢 在103年5月5號 就是去年5月5號 田秋菁委員 在立法院就質詢台電的總經理 那個時候呢 台電的總經理 對回答田委員說 找到了 他找到了 他也答應要送到 那個委員辦公室來 一送送了半年 你看吧 從8月 從5月5號 一直到 一個多禮拜前 我們才花了很多的力氣才設法找到 2602的報告 那我們也花了大概幾天幾夜 仔細地把它讀完 那讀完的報告 下面有 而台電在新北市河安監督委員會 我們有個新北市河安監督委員會 這個每幾個月都有一個會議 他在委員會裡面說呢 為什麼我們台電和一場要採干涉儲存 是因為經濟考量 這白紙黑紙寫在裡面 他又說呢 台電又說 目前已完成國外干涉儲存系統 露天與市內儲存調查報告出稿 並於103年11月14日送台電審查 明明在民國76年美國國家實驗室已經做完了 他卻說去年11月才提送台電 而且還是出稿 因為原來的他不滿意 另外委託不曉得哪一個承包商 再去做一份可能台電滿意的結果 然後呢 就針對河安委員會裡面他說是經濟考量 那麼從我們原來的報告裡面 各位 你看 各種儲存方式 這個單價比較 事實上呢 第一行是破 破就是私事 就是爐心外 不是現在的燃料池 現在的燃料池是擺在原子爐邊邊 使用過的燃料 它掉出來擺在旁邊池子 這邊的分析是 從那個池子拿出來 拿到原子爐廠外 廠外 它列在第一行 我保留它原來的英文 那麼它的單價每一公斤 對這個儲存單價 它有分成三種方式的 一個就是 就在那個原子爐的廠界 一個叫做那個original 就是放在它的那個區域性的 另外一個叫做 对不起 森索是集中式 最左邊那個森索是集中式 就是可能把合一合合三 全部集中在一起 好 那中間的original就是 合一的擺在合一的那個 那個廠界裡面 那at-reactor就是 現在擺在燃料池裡面 那我們就看那個 不管是central 或者是那個original 它都比metall casc 就是金屬互相 或者那個 silos那個 有混凝土的那種互相 差不多價格也只不過一半左右 價格一半左右 甚至於是差不多他們的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左右 你比較看 最左邊第一行那個 一個是82元一個165元 差不多差了一倍 並沒有照台電說它最經濟 當然我們的關鍵點 並不是在價格 是在全國人民的生命安全 好 所以呢 除了價格因素 這七種不同的高低 高激和非要儲存方式 這項的研究結果 說 毫無疑問的 使用水磁氏 也就是廠外磁氏 對台灣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卻用了干死 報告中又說 以台灣的情形來說 考慮長期儲存是必要的 此外儲存廠的氣候 潮濕 不如延誤環境 要多加重視 可是需要關於防止 大氣腐蝕的模組 以及還要考慮可能的風暴的破壞 就是颱風啊 那個水灶 或者是那個 海嘯的破壞 所以台電公司在合肺 甘主啊 招標前 他把分析報告移私了 招標後呢 又找到了 這個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更大的問題 他卻發包給監督他的原子能委員會所屬的核能研究所 來承包 然後又交給原人會所屬的核後端的那個 那個什麼管理局 來審查 就等於 弟弟審查哥哥的 兄弟之間 也許哥哥招包工程 弟弟來審查工程 那這是 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所以呢 而且這個合院所承包商還發生七次情報 我想大家知道 他自己做甘主 當初早期 他研發核子武器的時候 留下來很多高階的核廢料 那就是 燃燒過的燃料棒嘛 總共大概有699隻 那結果他送到美國的時候 從甘主裡面拿出來 拿一個報一個報了七次 雖然那個合院所鄭重的否認 否認什麼呢 他說才報六次沒有七次 這些我想媒體記者們應該有這個印象 那事實上第七次是不但爆炸還失火 大量的水灌到那個 六十公噸的消防水流到大漢溪 一直到今天那個大漢溪 2.3公頃的土地 還是污染區 他用個什麼環境實驗區 另外一個名字 還有鐵絲網圍的 民眾還是不能進去 那他把這麼為 關係到全民安全的 這麼一個工程 包給一個發生七十千包的單位 多麼可怕 我再強調 甘醋桶 一桶有三千多支 使用過燃料棒 五十六素 每素 有差不多六十三支燃料棒 每一支這三千多支燃料棒 每一支燃料棒的輻射線 比蘭嶼十萬桶還要高 他的輻射 那加拿放滿的時候 有三四十萬支燃料棒 一桶就有三千五百支 加拿可能要有一百三十桶 這只是合一 合二還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要給各位 做個報告 我這個上面這個就是它的封面 這是我們經過清心萬苦 才拿到的一份 兩百六十二億的 還是英文稿 好 那我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各位顧問 那就把這件計畫 還有它的過程 來顧各位說明 那以下我們就再請兩委員 我們就兩個議題 都一起談 我想就剛剛賀老師高老師的報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台電不但充滿了內幕 也充滿了內鬼 那搞不好內鬼以外還有門神 我質詢朱文成總經理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他告訴我說在去年五月五號告訴我說 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 為台電所做的這個用過核子燃料儲存管理計畫 找到了 找到了我們就很高興啊 就可以讓我們等八個月 然後才把那個報告給我們 那昨天呢我請台電和一廠的這個 他們的合計處的人來 因為我們知道 合一廠的稅修期限早就過了 過了兩個禮拜 還沒有辦法重新運轉 這裡面有事情 我問他們 我說以我們的了解 我們知道說 他們在把這個燃料棒釣出來 燃料樹釣出來的時候 他的釣耳風托 那結果是 Ariba派了十個人 他承認Ariba派了十個人 飛到台灣來處理 那處理完了以後 把這個燃料樹呢 調到這個冷卻池去 就放在那邊 那些人就回去了 我說那原因呢 他說還不知道 我說Ariba有沒有告訴你們說 他們其他的這個供應燃料樹以外 給別的這個核電廠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那是哪個國家哪個核電廠 他說不知道 我說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Ariba供應了我們 合一廠十幾年的燃料棒 那未來我們台灣的這個 用過的高階核配料 也要送到Ariba去處理 我們台灣可說是他的主要客戶啊 那他至少透露一下 跟我們講說第一 因為我要知道什麼 你有沒有經驗 你如果以前世界各國 你所供應的這個燃料樹沒有發出過這個問題 那就表示我們台灣這個Ariba沒有處理這個經驗 那如果有的話 表示是你Ariba的這個設計有問題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說好 那已經過了兩個禮拜 這個那個稅休期 你們要運轉的時間 那什麼時候Ariba會回到你們 不知道 那林德福這個台電林德福先生曾經跟陳欣然董事長說 就歷年年底之前會開始運轉 結果台電的那個合計處的人說 不知道他們沒有把握 一切都掌握在Ariba那邊 我們出錢是做什麼的 我們人民納稅是出什麼的 我說然後我說好 你說那我說那至少給我們看一下你的水下攝影 你說你這個整個燃料樹還沒有離開水面 你們覺得怪怪的重量不對 所以才離開那個池子的底部 什麼五寸 然後你們就把它放回去 那沒關係給我這個水下攝影 這個跟Ariba無關吧 這個攝影的鏡頭完全在你們這裡 不行為什麼 他說他們跟Ariba簽一個合約 這個有任何狀況呢 沒有離心之前 他們都不可以對外講什麼話 我說我不是叫你評論 你把鏡頭給我們 攝影鏡頭給我們 我們自己來看也不行 這個簽設合約 我說那你合約給我 這個我要回去警示 我說你合約跟商業機密無關的 我只是要看說你到底跟Ariba怎麼簽約 他不告訴你 也禁止你告訴我們國人 甚至於禁止你告訴我們國會議員 天框天下之大堂 哪有這種哪有這種合約 所以我是覺得說 真的是聽到很火 那我是覺得更加 今天赫利維老師講的 他把這個美國這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的這個報告看過之外 他看出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真的合理懷疑 台電有這種不可告人之事 這個美國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 國家實驗室 你如果不肯按照這個國家實驗室的建議 你要找的相對應的至少是中央研究院的報告吧 怎麼會是我們 這個原能會 這個核研所的報告 而且是在隱瞞情況之下 假裝遺失美國國家實驗室的報告之下 重新做的報告 所以我認為整個干涉儲存的計畫要整個停下來 不要一錯再錯錯到底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2000年本來要把核四停下來 我拿到台電的報告 是1999年的報告 說當時如果停了工程費加違約金頂多賠800億 結果當時台電隱瞞那個報告 對外講說要賠3000億 大家就嚇到了 結果我們到現在花了將近3000億 連一度電都沒有發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台電隱瞞報告不是為了省錢 是為了要多花錢 那我是覺得說 今天這個從昨天的報 那個他們當面跟我的這個 我們的協調會 以及這份報告被隱瞞 我覺得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問題非常的嚴重 那台電應該公開跟我們 解釋 為什麼他去選擇一個比較貴的 而且也不是美國 國家實驗室建議的 比較安全的方法 又貴又不安全 到底他們安了什麼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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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是不是請台教會 陳毅甫教授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教授協會陳毅甫 關於這個干涉儲存的這個事情 我們台教會比較關心的是說 長期以來政府或是台電都強調核能 這個問題是科學問題 是一個專業問題 然後這個還有剛剛我們看到很多行為 我也知道說台電是一個企業 好像有一些企業的商業考量 用這種思維在思考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如果資訊不對等 如果台電的報告是找一些學者來做 但是做的資訊沒有充分給其他的學者 可以去review 可以去做辯論 可以說去做這個查詢 那這個他們自己認為說 我這個是經過科學有學者所背書的 或是有這個外國的專業的實驗室背書的 這個其實是很值得被討論的 因為這個是屬於一個資訊的不對等 他只是拿學術科學做一個皇子 真正的科學是要經過討論辯論的 至少要對學者開放 這個是科學基本 在政治上的話 我們不要忘記台電並不是一個 台電不是台術 台電雖然是一個公司 可是它其實是一個國營的公司 它對它是我們全民的錢所養的 所構成的 所以它也是執行國家的這個計畫跟政策的 它應該是屬於行政權利的一環 那為什麼在這件事情裡面呢 台電可以不受監察院跟立法院的這個監督呢 你們看民國76年 監察院 國家的監察院行使監察權想要調閱這個研究報告 結果台電可以說是不見 或是不管真的不見假的不見 他用不見就可以解決這個監察院監督的問題 然後這個去年的這個庭委員嘛 要看這個報告 質詢的時候他說找到了 但是他可以拖幾個月再交出啦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也是行政跳脫立法的監督呢 如果這個國家呢 的憲政體制是行政權獨大 所有的監督都可以說 我不見了 我一直還沒找到 我就可以任意發包 隨便先花錢 做一些不可逆轉的決定 那我覺得這個國家不是民主政治 不是民主體制 我們非常的危險 不能說行政機關找一兩個博士來背書 或一兩個學校來背書 一兩個實驗室背書 它就是符合科學的 科學的不是說不准別人討論的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凸顯了 以我們台教會的立場 它凸顯很多問題 是結構性的問題 是文化的問題 是思維的問題 如果這個 這個一個研究報告呢 是只選擇自己有利的 才公開 就說這個有科學的依據 而拒絕公開對自己不利的報告 那這種報告是不是可以做參索 這個是很值得商議的 然後我們也要求 像這種過程裡面 其實應該 不能夠因為台電只是 國營事業的人員 而未必是屬於一般的公務人員 我們知道台電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 他是可以隨時 撤換任免的 他不像經濟部長 他們還可以被立法委員質疑 這個如果被逼下台 他們還可以繼續做 其實通常 報告還沒有交出來錢 董事長跟總經理都換人了 所以你也不能去懲罰 像這些國營企業的下一任的 那時候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所以他們比政治人物更容易 逃避監督 可是我們國家很多的錢 都是花在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變成政府花錢的一個白手套 而逃避地委的監督 逃避監察院監督 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如何去讓立法委員 或是媒體 或是學術機關 公平的 在應該可以取得資訊裡面 去取得我們想要兩知的權利呢 這個是目前國家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是沒有開放資訊 就是他會給你吃什麼資訊 就給你吃什麼資訊 這樣要讓我們如何 相信政府跟我們說 核燃料 核廢料呢 的這個儲存是 是安全的呢 你只公布對你有利的 你也不讓我們去釣 今天台電如果一份報告可以拖很多年 甚至八個月再找出來 如果明天核廢料 或是核電廠發生 這個災害 他的SOP的這個 這個救災程序 要報告要不要花三個月找到 這個我們要不要質疑 反過來問這個問題啊 一份花了那麼多錢 我相信西北實驗 太平洋西北實驗室做的報告 應該不是很便宜的 應該不是國科會 隨便委託一個一百萬兩百萬的案子 應該是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 國家預算去做的一個案子 這個東西難道不能直接 向美國要求一個備份嗎 如果要回應給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的監督 難道台電沒有其他副本 在圖書的檔案單位儲存嗎 一個檔案可以隨便就不見嗎 那我們就要懷疑說 完蛋了 那如果有一天合一 如果發生核災的話 那個報告會不會一時找不到 我相信在任何一個圖書館 如果受過專業圖書館訓練 或檔案局訓練的人 都應該已經被懲處了 這個如果台電是一個政府機關 這個是要負政治責任的 正是因為他是一個外貌是一個商業機關的 所以他才逃避到現在 我們現在就是說 國家就陷於一個行政獨大沒有監督的情況 而且是假借學者去替這些財團 或一些政治勢力背書的一個 配案的一個結構 所以我們要還是有很多很關心的 而且對這方面有所專長的學者 他們很想要協助大家去了解知的權利 可是他們卻有一個資訊不對的 很多立法委員像田委員 或像一些社會 我們的公平團體 環保聯盟 大家也願意協助 人民沒有辦法了解的專業 跟沒有時間去關心的事情 可是台電跟中華民國政府 是怎麼樣去對待這些事情 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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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最後我們請 台灣長老教會 林偉蓮牧師 謝謝 林偉蓮 各位記者 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我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負責永續環境專案的牧師林偉蓮 來 針對剛才 針對剛才幾位教授的這個報告跟分享 我們就想起 我們在1992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就提出這個版本的宣言 其中的一項訴求 就是提到核廢料沒有辦法妥上的處置 所以成為這一個反核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看到剛才幾位老師的報告當中 就發現說 不只是沒有辦法好處理 根本就是胡作非為好 那個因負責任 因管理的這樣的工作 都沒有辦法妥善做好 所以在這邊 我們完全要跟高成岩教授所提出的這一個公投 我們絕對會全力的去參與 因為這一個跟我們23年前所提出的這個反核宣言的目標是一致的 另外呢我本人在去年前往這個福島 然後在那裡看到這一個除染的工作 就是這個輻射污染這個除染的工作 你看那個在福島的這個村落 不管是有人居住的有耕種的地方 在除染期間可能要花上半年一年 一直到現在都還在做 那當地的居民在限制戶外活動必須小於30分鐘 其他盡量都 連小朋友都沒有辦法在戶外活動 所以在這樣子我們也跟我們日本的夥伴教會 在接待 從日本福島災區的小朋友來到台灣 他們在台灣這個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 來享受這個跟大自然共處的時光 可是我們發現一個非常好笑的事情 因為福島當地的民眾 民間組成了一個輻射子的一個票場 所以他們隨身帶著一個偵測器 居然他們離開仙台機場 在那邊測了一次 到了桃園機場在測的時候 居然發現桃園機場的輻射子 居然比仙台還要高 當然這個是一個隨機抽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不能作為正式的報告 但是我們看到如果大漢溪是這樣的 那是不是在附近都應該做生活的管制 那如果日本的除染 這樣花那麼大的成本 一直持續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那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 就污染了就算了嘛 就不管 所以在這邊真的也要拜託 非常關心環境的田委員 在議院質詢的時候 在這樣的事實上 為國人的安全來打官 謝謝 我想我們就開放媒體來提問題 請問的話 有沒有一些要特別請我們這邊來說明 那六個時間 我補充幾句 今天其實現在 合一的那個行政庭正在開 那我們這份報告之所以可以拿到 據我了解啦 是因為在這個合一的這個庭上面 法官要求 法官要求允委會拿出來 所以最後是司法的力量進來了 司法的力量進來了 做了最後的一個一個講究 我們才有今天這份報告 才可以直訊中開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長期以來 我就是認為 在地面的姿勢的 會比乾勢的好 我是從高中物理啦 的基本觀念 這原因很簡單嘛 因為你燃料棒放在水池裡面 在游泳池裡面 地下 那你海嘯來 就不會變乾嘛 變乾 整個水被跑掉以後才會出大事嘛 所以道理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台電為什麼會走到今天的這個乾勢的 最主要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 是員委會旗下的核員手去報這個案子 那裡面有一個迷思就是台灣的這些核電幫 他們從一開始的時候就講 核電工業在台灣要生根 搞了三四十年什麼根都沒有 但是為了保障這些核電幫 以及這個賀先生以前任職的這個核員手 的這些人的飯碗 所以他們就要生一些工作出來做 那裡面的一項就是他們覺得說 也有可能做到的就是乾勢儲存槽 那麼他們希望就是說台灣有這樣一次 做乾勢儲存槽的經驗 以後可以在美國在別的地方做 那在美國我也可以相信 美國很可能乾勢跟私事來比 他的乾勢有可能可以walk 也就是他那邊住說在沙漠地區 在大城的地方他不乾燥嘛 他沒有台灣的這種潮濕天氣潮濕的問題嘛 所以很多事情 在台灣他沒有不只沒有因地治疑啊 而且還 硬要為了自己的生存 搞出一大堆問題出來 這是核員手跟台電 跟切大核電幫共同造的孽 那我們如何來阻擋他 我就長期以來認為就是要用公投的方式 那公投的方式 剛剛我有提喔 二月十四日 我希望就是能夠 大家盡量動員人出來 像我們這 曾戈蘭文的小朋友們 我已經退學了六十六歲 六十七歲了 所以我說他們小朋友 他們都比我小孩還小 他們的創意 一天之內大家把它牽出來 這樣是最神利的 那慈榮應該對這個有一些規劃 等一下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是不是請慈榮講一下 我們再請陳立文 我看到這個美國國家實驗室的報告之後 非常安慰 當然也非常難過 為什麼我安慰是我們長期質疑干涉儲存 不是無地方 我們的看法跟美國實驗室是一樣的 美國為什麼建議 美國實驗室為什麼建議我們用場外失事 因為他知道台灣的氣候超濕 知道我們有颱風的問題 還有我們在海邊 他有這個延誤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長期不斷的質疑 台電 質詢 台記者會 甚至在專包裡面 不斷的挑戰台電說 我們核二廠的毛定螺酸放在廠內 而且是實心的 用不到四十年 他整個都腐朽斷裂 那你放在場外呢 風吹雨打 你的金屬桶又是中空 裡面有那麼多的燃料素 那些燃料素還是不斷的釋放 宗子出來打擊這些金屬 那你外面又有水泥箱把它封住 這些水泥箱跟金屬桶裡面 永遠都充滿了濕氣 那這個裡面如果腐蝕了 根本沒有人知道啊 然後他們一直跟我們講說不會 然後說怎麼樣 都講了各式各樣的理由 所以我現在合理懷疑說 根本假裝遺失欺騙監委 欺騙立法院 欺騙監察院 欺騙立法院 假裝遺失的美國國家實驗室的這份報告 就只是想要遂行台電製造 干涉儲存的這個工作機會 然後讓圓能會 讓合言所這些人 可以繼續為所欲為 我覺得真是可惡到極點 這根本就是一個弊案 我覺得特徵組都應該要介入去查 我們媒體有沒有提問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一個是這邊我們講到說 發包之後又巡迫 然後再發包給 就是像圓能會這些單位 那想請問就是他又提出來 這個分析書的建議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他有發包給其他單位在做 然後另外一個想請問 就是公投的規劃 有沒有一些去一起達到的目標之類 我們先請賀河 您的問題是說 對 是這樣齁 台電有選擇性的公開它美國這份報告的內容 它大概只有一兩行字 就在新北市和安監督委員會上面 就說經濟考量、經濟因素 所以選擇干涉 我們後來又提議說要它做美國 到底有多少用干涉、多少用私事 結果那位承辦人員在會議上大發雷霆 大發雷霆 就說我們怎麼可以無限上綱啊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啊 它花了多少力氣 那個都有錄影檔 就是那位主辦的那位官員 那次場面非常激烈 但是媒體有興趣 可以跟新北市政府去調那一段 它大發雷霆的 意思就是說我們 沒完沒了 汙昧它 沒完沒了 去年 那個可以調出來 就是前 第二次 前兩次 前一次是我今天有帶來 前一次是 十二月九號 那應該是 因為每三個月開一次 應該是 九月左右 九月那一次 就把我們幾乎都罵了一頓 我們的問題很簡單 它為什麼只列出 離大都市幾公里 為什麼不列出 當地的環境地質 有沒有火山 我們只是問他這個問題而已 他就發很大的脾氣 大概是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是 先智隆來講一下 那個我是負責規劃這一次 那個二一四的那個 公投連署的志工 那謝謝 那個各位老師 然後各位媒體 也很支持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子 因為二一四的當天 它需要非常多的人 然後島國前進 跟歌蘭委會在門口 就是也跟上次一樣 會在投開票所的附近 會擺一個攤子 然後簽 最主要是簽那個 降低公投門數單的那個 那個門檻 但是基於我們現在 真的志工的人數不夠 所以目前我們打算 在外面用發放的方式 然後也 我們也會拿背板在那裡 外面請大家一起簽名 那一百三十個投開票所 目前我們規劃 我們希望可以有五十個 投開票所外面可以 在外面請大家連署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 爭到一百個志工 對 然後所有的新聞 跟資訊 在環保聯邦的網頁上有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上去 填寫 就是填寫那個一日之工 那我們當然希望 就是可以有一百個 那這樣每個 tacquite house 外面會有兩個 然後可以一起幫忙簽 對 好 一門一腳 其實還有幾天 還有一個時間 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當時還有哪一位 那那個說的報告 有公開在網路上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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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可以公開的 不知道 所以這部分 可能我們要考慮一下 再我來說一句 來來 給我們賣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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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找 第二次要好像是說 是商業機密 第三次要是說 智慧財產 那後來就是高教授講的 是因為法官的要求 那拿到以後 再交給立法院 所以呢 現在理論上是應該在 田委員這裡 那立法院討論以後 看看公開的 那我個人因為對法律不是專業 所以我 我來建議一下 我建議就是說 立法院這邊 來公開 因為公開在立法院 如果可以公開 公開在立法院會 最多人看到 所以是最好的 公開的地點 我想用 根據政府諮詢公開法 用人民的錢去做的 這份報告 應該是要公開的 不過這個 有一個 就是剛剛我們 海教會朋友講的 一個非常吊詭的 他是一個公司的形態 所以他一直說 這個是他的財產 所以我們會再跟那個 立法院的那個 法治局討論一下 那如果說沒有這個 其他的這個因素 就是說 台電你現在是國營事業 你的預算都要進入立法院 所以你委託了美國 國家實業室的這個錢 不是你台電總經理 不是你台電董事長 私人拿出來錢 你用的是 經過立法院審查 或者預算 去委託美國 國家實驗室 所以根據我們 台灣的政府 諮詢公開法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 把它公開 不過這一點 我們還要再討論一下 那如果沒有 其他的那個狀況 我們就把它公開 謝謝 謝謝 那繼續 還有一件事情是 因為 朱立倫是答應說 該是主族 是要擋下的 對不對 但是這是確定的嗎 朱立倫是用他的水土保持計畫有問題 所以因為他的邊坡非常的陡 呃 連那個現在在那個 國家佔防中心的陳鋒育老師 主任 這個現在佔防中心主任 陳鋒育老師 在台大 擔任地質系教授的時候 都跟我 教授都跟我講 說不只是那個邊坡有問題 是整個合一場合二場 在山谷裡面都非常的危險 只要地震的時候 那可能整個山谷垮下來 那朱立倫市長 是用水土保持計畫有問題 所以把它砸向執照 把它擋下來 那但是現在就是 台電就一直還在 還在這個奮鬥 增長 那希望這個朱市長 讓他這個砸向執照可以過 但是呢 就是說他這整個干涉儲存的計畫 完全沒有停下來 那我們找到 今天找到這個新市政 就是 你到底是用了什麼的 另外一個研究 去否定了美國國家科學院 對我們最好的建議 就是場外事實的這個建議 那事實上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這個研究 實驗室的研究 事實上在結論裡面 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考慮到台灣的氣候 延誤環境 還有可能的風暴破壞 所以呢 事實上他還分析在 價格上 在這個 這個天然條件上面 事實上你用金屬土香 這個水泥混凝土 物香 事實上都是比較危險的 我質詢過蔡春宏 我問過他 你現在這個干涉儲存 到底可以撐多久 他說大概四五十年 因為事實上也很合理 他你所使用的金屬 也不是什麼特殊的金屬 你一般的 stainless 然後你的混凝土 也是一般的混凝土 撐四五十年 放在戶外風吹雨打 非常合理 但是呢 我一不斷的質問他們 為什麼你的低階核廢料 放在核二廠是恒溫恒濕空調 那麼那麼那麼危險的 美國國家科學院研究說 他的毒性會延續一百萬年的 高階核廢料 你是放在外面風吹雨打 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那他們就繼續往前一直做 要把乾式儲存做下去這樣子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 這個乾式儲存潮 他基本上是通過環評 那 因為沒有這份報告 當時的環評委員 很可能也被門閉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 這個決議 其實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會建議 我們應該到監察院去 對這個整個程序 的問題 我們從這邊再進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關於朱立倫 或者新北市這邊 我正好這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四 我這個禮拜一 我去拜訪新北市的 陳申賢護市長 那有提到這一點 那 他是跟我這樣講 他說新北市的立場 是反對 反對這個核一長 的研議 所以我們用乾式儲存潮的 雜項執照把它擋下來 那我跟他提就是說 這個擋很難擋很久了 那他也同意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 是不是這個連署書 我在一月一日 十一月一日的時候 已經交給你們的主任 交給朱市長 那請朱市長連署 他說 這個是陳天賢講的 他說如果台電 確定要研議的話 他新北市政府會發動核一 研議的公投連署 就是說他們會用市政府的力量 投入來協助我們這個連署 那他等於是代表朱市長在講這樣的話 因為他是用 副市長的身份跟我這樣講 陳生賢副市長 你們媒體如果 覺得說我講話不夠有這個信用 可以對嗎 問他一下 就是說這個求證一下 直接寫出來就好了 好 謝謝 陳天賢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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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佩在現場 你的助理謹佩在現場 好 一樣 我們這邊我們幾位主講 今天的這個還有沒有補充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關切這個合一 關切我們揮合運動的 大家繼續一起來支持 來努力 希望你們給我們很多報導 謝謝 然後再結束 謝謝